大家好,我是新世界唱水王的严世良老师。 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五课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学习一个语法叫做 那么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这个句型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学习了。 我们在初级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个叫做 一边一边这个含义的 也就是我们课本上写着的它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 那么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在表示一边一边的含义的时候 它前面接续的话是接的动词的 MAS形去掉MAS的形式。 所以当时我们说比如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就可以叫做 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 音乐を聴きながら宿題をする 音乐を聴きながら宿題をする 这个时候是表示一边一边含义的 那么在这里在友情提示大家一下就是 这个一边一边的 它前后两个动作必须都是要由一个主体来完成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 音乐を聴きながら宿題をする 实际上不管是听音乐还是做作业 它是由一个主体完成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刚才说 テレビを見ながらご飯を食べる 的例句也是一样的 那么不管是看电视还是吃饭 这个两个动作都是由同一个主体完成的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还会发现一个细节 也就是我们课本上今天新学的 ながら的时候呢 它后面写了一个括号 一个も 但是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初级学习一边一边的ながら的时候 它后面是不加mode 所以首先大家在脑海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ながら在表示一边一边的含义的情况下 它后面是肯定不能加上mode 那么今天的ながら它表示什么含义呢 今天我们要学习ながら 它叫做逆接 逆接在这里我们就把它理解为转折 所以今天要学习ながら 它表示的是虽然但是这个含义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要在今天学习的ながら旁边写上个约等号的话 它就等于了我们初级学习的 接续注词的が的用法 也就是虽然但是的意思 那么首先我们来考虑一下它的接续 刚才我们说 在初级我们学习的一边一边的ながら 它前面跟的是动字的mouse形 那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当时在讲 一边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接触到ながら前面会跟其他的词 那是因为一边做某事一边做某事 这个剧情它的含义就要求了 ながら它前面只会跟上一个动字 所以在一边一边的情况下 ながら它前面只跟的是动字的mouse形 去掉mouse形式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解释的 今天ながら它表示转折 逆接虽然但是的含义的话 它前面不单单是可以跟上动词 同样可以跟上名词 音形容词和な形容词 那么这些词分别是怎么跟ながら来接触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如果是动词的话 动词还是和我们初级一边一边这个含义ながら一样 它是用mouse形去掉mouse形式 其次如果是名词的话 名词的接触有两种 比较简单的是名词可以直接加上ながら 名词可以直接加上ながら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它接下来写着 名词也可以加上であり 在加上ながら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名词加上であり 同样可以加上ながら呢 因为大家知道 名词后面的であり 是它判断住动词です的一个简体之一 而であり的话 我们在之前解释过 我们可以看称で和ある这个组合 而ある实际上就是存在动词 あります的ある的用法 所以呢 如果要用であり加上ながら的话呢 同样要把ある变成它的mas 形 去掉mas 形式 于是构成了でありながら的形式 然后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な形容词的话 な形容词跟名字接触非常接近 它是用词干直接加上ながら 而一形容词呢 就用圆形加上ながら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表示虽然但是的含义 那么在虽然但是的含义情况下 ながら它后面就可以加上个も 当然大家会发现 这个も是打在括号当中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も没有也无所谓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句 子供でありながらもしっかりした自分の考えを持っている 子供でありながらしっかりした自分の考えを持っている 这句话表示 虽然是个孩子 它是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自己意见 这里首先看一下 しっかりした 它这里是作为一个定语 收拾后面的自分の考え 怎样的一个自己的想法呢 是一个非常扎实的 非常稳固的很独立的一个自己的想法 那么这里的 子供でありながら 按照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今天ながら可以约等于了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理解为 子供だが 子供だが しっかりした自分の考えを持っている 虽然是个小孩 但是他有非常独立的自己意见 再看第二句 狭いながらも ようやくマイホーム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た 狭いながらも ようやくマイホーム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た 这里首先有一个外来语叫 マイホーム マイホーム事実上是 日本人创造的一个外来语 它是把意义中的マイホーム合在一起 就表示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家 那么ようやく这个副字表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记得吗 ようやく它表示 终于总算做某事 而且大家知道 ようやく当中还暗含着 怎样的感情呢 我暗含着一种 好不容易 很勉强 好不容易才做到 这个动作的一个含义在当中 所以所谓的狭いながらも 就虽然很窄 但是呢 好不容易 还算总算勉强 可以打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 狭いながらも 直接理解为 狭いが 的用法 虽然很窄 再来看下面一个例句 残念ながら 今度のパーティには 失费できません 同样的 在这里这个 这个ながら 我们还是把它理解为 が的用法的话 就直接可以变成了 残念だが 今度のパーティには 失费できません 虽然很遗憾 但是我还是出席不了 今天的会议 今天的这个派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把 残念ながら 可以把 直接把 残念ながら 当作一个固定的词组 记下来 他就表示 虽然很遗憾 令人感到遗憾的 是这样的用法 再看一下下面 彼は知っていながらも 私に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 彼は知っていながらも 私に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 他在这里呢 是把 ながらも 加在了 知っている的后面 知る是知道 知っている表示状态 是知道 这个状态 所以 彼は知っていながらも 他虽然一直知道吧 但是呢 就是不告诉我 我们也可以把理解为 彼は知っているが 私に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 所以 今天的这个ながら 他用法 实际上 和我们初级的 一边一边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同样是ながら 实际上 我们已经学了两个含义 初级是表示 一边一边 中级是表示 虽然但是 那么 还可以再预告一下 以后我们在一级当中呢 还会再学习 一个ながら用法 那么当然 它也是完全 另外一个含义 那么在今天的ながら 形式上当中呢 大家还要注意两点 就是 一个是接续 接续刚才我说 就是一边一边 含义的ながら 它前面直接动词 但是 虽然但是 这个含义的ながら 它前面 不仅有动词可以加 还有名词 音形容词 那形容词 都可以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的接续 以及 它的从形式上来说 一边一边ながら 它后面是 绝对不能加上摸的 而今天学习的 虽然但是 的ながら 后面是 有没有摸 都无所谓 好 以上这些 就是我们第五课的语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课的课文 课题 课题叫做 食べ物への感謝の気持ち 食べ物への感謝の気持ち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课题当中呢 有一个 いの 这个表达 大家应该还记得 いの 这样的表达形式 实际上是 我们在初级学习的 一个叫做 隔注词 叠加的用法 那么 所以所谓的 食べ物への感謝の気持ち 也就是 对于食物的一种 感谢的心情 我们来看 山の中で 一人だけで食事をするときに 黙って食べ始めるか それとも自然に 普段のように 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か そんなことを 三四人の友達と 話し合ったことがある 那么 这句话当中呢 首先有几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是 それとも 这个字 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在之前的课文 当中也讲过了 大家还记得 それとも 什么意思吗 它翻译成 中文翻译成 还是 而且它是用在了 选择疑问句当中 所以我们分别在 それとも的前面 找到了一个か 在后面 也找到了一个か 就按照我们 之前的讲法 会发现 它就构成了 Aか それとも B か 这个形式 但你选择 是A 还是B呢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在这句话的最后 还有一个我们在初级 曾经学过的句型 就是 动词的他形 加上ことがある 构成了 然后呢 他ことがある 这个形式 它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对 它是表示 经验的句型 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 再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そんなことを 三、四人の友達と 話し合ったことがある 話し合与是表示 互相说 商量的意思 所以 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U 实际上是宾语 而哪个词的宾语呢 就是 話し合う的宾语 互相说的宾语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 我曾经和三四个朋友呢 互相聊过 那么到底怎样的事情呢 大家还记得 在我们这期课程当中 我曾经讲过 像そんな这样的词 包括了 そんな その それ 所有这样的词的话 但凡是由 说开头的指示代词 它的内容都是 往前面一句话去找 所以 这里 そんなこと 指代的事情呢 说白了 也就是从 山の中で 一直到 と言うか と 被 そんなこと 来替代掉了 所以 到底 そんなこと 是什么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是一个 刚才我说的 一个 か するともか 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 山の中で 在山里面啊 一人で 一人だけで 食事をするときに 这个你表示时间点 在山里面 当你仅仅只有 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先给两个选择 一个是 黙って食べ始めるか 你是 沉默不语的 就开始吃呢 するとも 还是 自然に 很自然的 普段のように 这个ように 比框住动词 它这里表示的是 举例 像平时那般的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うか 还是会说 いただきます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曾经和 三四个朋友 商量过 聊过 黙って食べ出すのは なんとなく 格好がつかない ということで みんな 小さい声で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っているようだった 这里有几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首先 食べ出す这个词 在这里的话 食べ出す 它实际上和 刚才的 食べ始める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 都是表示 开始吃的意思 所以这里 大家还要关注一点 就是动词的 masu 形 加上 dasu 动词的masu 形 加上dasu 这样一个 符合动词的 构词方法 它实际上呢 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 就像这边说的 食べ出す 实际上和 食べ始める一样 它表示 开始做某事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开始下雨了 就叫做 雨が降り出しました 雨が降り出しました 列车开始动了 列車が動き出した 列車が動き出した 这个时候呢 动词masu 形 加上dasu 表示 开始做某事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表示 这个动作是 由理向外 做出来的 比如说 从这么多的书当中 选择一本 我喜欢的书 好きな本を 選び出す 好きな本を 選び出す 从包里面呢 把笔记本 给拿出来 かばんからのととりだす かばんからのととりだす 这个时候 它可以表示 这个动作是 由理向外 做出来的 所以 在这里呢 这个食べ出す 和食べ始める一样 表示开始吃 而这个の 实际上是形式体验 它把 だまって食べ出す 整个变成名词之后呢 放在了我之前 然后 なんとなく 这个副字表 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它实际上 就在我们之前讲单词的时候讲过 和它类似的含义的单词 还包括了 なんだか なんか 这样的字 它表示 我也说不出什么 所以人来吧 但是总觉得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かっこがつかない 它表示 很不像样 不成体统的意思 最后一个 よだ 在这里放在句末 同样是我们初级学习的 笔框注动词 它表示 委婉的断定的意思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连起来了 黙って食べ出の なんとなく かっこがつかない 因为 沉默不语 就开始吃 这一点吧 这件事情呢 总觉得 有点太不像样子了 ということで 这个で 可以把它理解为原因 也正因此呢 みんな 小さい声で 这个で 表示方式方法手段 大家都用一个小小声音 在说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っているようだった 好像都是用小小声音 再说一个 いただきます 長い間の習慣で 箸を持つと そういう言葉が出てしまうのだろう 这里的 長い間の習慣で 这个で 我们直接把它理解为 名字的中盾 所以 这是一个 很长时间的一个习惯 习惯到什么程度呢 箸を持つと 这个と 是我们初级学习的 表示 一怎么怎么 就怎么怎么 我一拿到筷子的话呢 そういう言葉が 出てしまうのだろう 这个单词 这个いただきます 这样的一句话 就自然而然的 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段 接下来看下面一段 私は外出して よほどお腹が空いてきたときに 迷わずにそば屋に入って かけそばを食べることにしている 在这里 同样有几个词 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よほど よほど这个词 我们在单词表的时候 讲过 它表示程度上 非常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お腹がすぐ 它表示肚子饿了 那么 お腹がすいてきた 在这里 同样 先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肚子饿 就说 お腹がすぐ 或者 お腹がすいた 为什么在这里 它加上了 补助动词的 てきり的用法呢 实际上 这个てきり的用法 我们在初级 也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们在之前 中级课程当中 也复习过 在这里 てきりた 大家记得 它表示一个是 新的变化的开始 那么什么叫 新的变化开始 换句话说 原本我肚子是不饿的 那我现在变得 肚子饿了 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说是 お腹がすいてきた 还有迷わずに迷う 这个词表示 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犹豫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 在初级 曾经学过 尤其是比如说 迷路 所谓迷路 也就是在马路上面 犹豫嘛 不是该往哪儿走 比较好 所以叫做 道に迷う 而ずに 在我们之前 中级课程当中 也复习过 它就相当于了 ないで的用法 它就相当于 ないで的用法 表示 在保持 不做前向的状态下 做后面这个动作 然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 ことにする 这个句型 大家记得 ことにする 这个句型 表示什么意思吗 这是我们初级 学过内容 我们初级学过 动词的原型 或者动词的内心 加上ことにする 它可以表示 决定 而且する的话 是一个他动词 所以这个决定的话 是说话人 我自己做的一个决定 于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连起来了 那么 我 我 我怎么样呢 在什么时候 在外出 在外出 肚子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呢 我都会怎么样 迷わずに 蕎麦屋に入って 我都毫不犹豫的 就进入来 草麦面店 掛け蕎麦を 食べることにしている 就决定 就决定 要吃一碗 素汤 蕎麦面 そういう場合は 声には出さずに 箱を割りながら 靴の中で いただきますと 言っている 那么这里 大家会发现 有一个 ながら 但是这个 ながら呢 和我们刚才说的 二集剧情中的 虽然 但是ながら 没有关系 实际上 它就什么 初级学习的 一边一边的 含义 所以所谓的 箱を割りながら 一边 掰着 这个 一次性的筷子 一边呢 口の中で いただきますと 言っている 一边在嘴里面 就说 いただきます 这句话 那么在这里 我问大家 一个问题 它叫 声には出さずに 那么大家 当然观察到了 这个字你 同样还是 表示ない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们把字你 换成ない的话 就叫做 声には出さないで 那么很多人 也会理解 就是 我是不发出 声音的 不发出声音 但是呢 我一边掰着筷子 一边在嘴巴当中呢 呃 就是在嘴巴里面 小声 嘟呐了一句 いただきます的意思 在这里 我想问大家 什么问题呢 我们课本上 这里给的是 声に出す 那么实际上 大家知道 出す这个字 它到底是 自动词 还是他动词呢 没错 出す这个词 它是一个 他动词 那 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 不说 声音 出す呢 给大家 五秒钟时间 来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你可以思考一下 声音 出す 和声音 出す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 呃 我们知道 这两个说法 其实都是正确的 首先 刚才我说 出す 它是个 他动词 所以声音 出す 这个说法 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说 啊 涂到一 一首很喜欢的诗 或者一篇很 很漂亮的文章的时候呢 老师会要求同学们 声を出して 読んでください 声を出して 読んでください 所以所有的声音 就是放出声音来说 放出声音来念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为什么是声音 に出す呢 为什么是に 那么在这里呢 我把这句话 给整个补充完整之后呢 大家就发现 这里你是什么用法了 那么在这里 看一下 那么根据我现在屏幕上 补充的 这句话完整的来说的话 就应该是 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言葉を声に出す 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言葉を声に出す 所以大家会发现 das是他动词这一点 其实还并不矛盾 它还是有编语啊 它的编语就是什么 就是 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言葉 就是 いただきます这样的一个单词 这样的一句话 而这个に呢 这个に 实际上是我们初级学习的表示 是结果的に 我要把这 いただきます 这个单词 放出来 拿出来 我是把它拿成一个怎样的形式呢 是拿成一个声音的形式 所以 我们可以把理解为宣知语口的意思 就是不是在心中默念 而是要把它放出声音来拿来讲出来 来说出来宣知语口的意思 所以呢 实际上都会发现 これに出す和これを出す 这两个词组 它的用法非常 含义很接近 那么一些微妙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に 它实际上还是表示结果的 而冰语的话呢 是在前面 当然在这句话当中 被省略掉了 所以他自己说 そういう場合は 在这样的场合下呢 声には出さずに 我是不会宣知语口的 但是呢 字に等于ないで 所以在保持 不宣知语口的状态下 我 端を割りながら 一边 摆着筷子 一边 口の中で いただきます 在嘴里面 默默念导着 いただきます 好 看下面一段 いつかそうして そばを食べていると 同じ食卓の 私と向き合ったところに 小僧さんという感じの 若い人が 口を下ろした 那么在 这里大家会发现 そうして そうして 那 一体どうしてですか 到底是 怎么去做呢 那实际上 还是刚才我提到的 但凡是由 初开始的一些 副词也好 指示代字也好 它的内容呢 都是往前面一句话去找 所以在这里的 这个 そうして 它的方式方法 就应该是我们 刚才那一段的 叫做 声には出さずに 箸を割りながら 靴の中で いただきますと 言っている 我每次都是 怎么吃 这个草麦面的呀 我每次都是 这么吃的 那么 在 いつか有一天 そうして そばを食べていると 这个と 同样表示 时间上 一怎么怎么 九怎么怎么 当我正在 吃着 当我正在 如刚才所说那样 吃着草麦面的时候 那么 有一个 小僧さんという感じの 若い人 有一个 感觉像 小伙子 这样的一个 年轻人 他呢 腰を下ろした 腰を下ろした 我们在上节课 在讲这个 单词里讲过 他就是座った 座る的意思 就坐下来 那么坐在哪里呢 他会发现 坐在哪也好 站在哪也好 躺在哪也好 我们之前讲过 都是用着落点的 你的 所以 小僧さんという感じ 他坐在哪里呢 坐在是 你 ところに 小僧与した 坐在 这样的一个地方 怎样的地方呢 同じ 食卓の 和我同一个 桌子的 私と向き合った ところ 与我面对面的地方 换句话说 就是同样 桌子 我的对面呢 一个 小僧さん 感觉的一个 年轻人 他就坐下来了 我正吃着 抢麦面的时候 他就坐下来了 注文したものが来て 帽子を取ると 彼は かなり大きく はっきりとした声で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った 然后呢 当他的注文したもの 当他定的东西 来了 帽子を取ると 这个通常表示 一怎么怎么 就怎么怎么 他点的菜来了 然后呢 一拿起筷子的时候 他就 かなり大きく はっきりした声で 他用的是 相当大且 清晰的声音 大家在这里吧 かなり大きく はっきりとした と口を口に来 然后一个 箭頭指標 我们的声 这样的声音呢 就我刚才说的 相当大且 清晰的声音 で表示方式方法 他用 大且 清晰的声音呢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った それ一句 いただきます うっかり声を 出してしまったようで 私に対して 少々具合悪そうに していたが 私は よに許しかった 那么 这里有几个字 大家先注意一下 一个是うっかり うっかり 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是 一不留神 不经意之间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声を出す 表示发出声音来 而这个よで 就是我们说的 比框重字 よ打的一个中盾 那么在这里呢 它还是用来表示 委婉断定的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私に対して に対して 这个用法 我们在之前的 科学当中 也学过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 に対して 一共有几个用法呢 对 に対して 一共有三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 表示对象的 也就是对着 前面的这个对象 做了某一个动作 或持有某一个态度 第二个用法 它可以表示 数量上的比例关系 那么还有第三个用法 aに対して b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 表示 a和b 两者是相反 或者相对立的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对象的意思 然后叫做 ぐらいわるそ ぐらいわる ぐらい是情况 ぐらいわる 就是情况很不妙 在这里的ぐらいわる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很不好意思了 就打扰到你了 很不好意思的意思 而这个ぐらいわるそ 这个そ 实际上是我们初级 学习的样态 主动词 そ打的用法 它表示 看上去 或者看起来的意思 にょうに 这个词组 这个父子 我们在那个 讲单词里讲过 它表示 是非常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知道 にょうに 这个非常的话 有一种很奇怪 甚至有的时候 有点诡异的心情 在当中 所以这样一来 这句话连起来 我们就能读懂了 うっかり声を出して しまったようで 好像啊 因为这个 こぞうさんという感じの 若い人 它好像是 一不留神 发出的声音 所以呢 私に対して 对象 对于我 他对着我呢 少少具合悪そうにしていた 好像有点 很抱歉 很不好意思的 但是呢 私は みょうにうれしかった 我 却 我们今晚挺高兴的 それで 私は 彼より先に食べ終わったので ごちそうさまと 言って 席を立てた 这次 大家会发现 席を立てた 这个词字 我们之前讲过 表示 站起来 离开座位 再强调一下 这种う 它是表示 离开的场所 所以呢 我呢 彼より先に 食べ終わったので ので 表示原因 我因为啊 比他先吃完了 所以呢 ごちそうさまと 言って 我就大声的 我就说了一句 啊 ごちそうさま 之后呢 就站起来 离开了座位 好 再来下面一段 一人で食事をするときに 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言葉が 自然に出てくるのだったら 食事の用意をしてくれた人に対する感謝 あるいは ごちそうしてくれる人に向かっての 礼儀というよりも これから口に入れる食べ物に対する 感謝の気持ちが 強い 这句話 看似很長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表示 什么含义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 のだったら 这个形式 のだったら 这个形式 那么 大家知道 ばとたらなら 这四個呢 都是我们在初級 学习的 表示 瞬接 假定的一个 接续词的用法 那么 这四个 当 他们的用法 其实很多 同学很容易混淆 因为他们翻译成中文 都翻译成 如果 怎么 怎么 的话 那么也正如 我在之前所说的 以后我们在 畅学网上呢 会有文法的 专题 讲座 那么在那个 专题 讲座 当中呢 会对 ばとたらなら 对他 进行一个 具体的 辨析 那么 这四者之间啊 它事实上 是有 关联 和有 区别的 那么 其中 在口语当中的 data 实际上 和 nara 的意思是一样的 在口语当中的 data 和nara 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 一定要记清楚了 我现在说的是 data 和nara 的意思是一样的 并不代表 单单的 tara 和nara 的意思是一样 再强调一遍 data 和nara 的意思是一样 不代表 tara 和nara 的意思是一样 这是一点 第二点 虽然data 和nara 意思是一样 但是它们的 接续呢 还是有一点 要注意的地方 就在于 我们知道 nara的话 它实际上 是可以直接 接在任何词 后面 包括了 名字后面 可以直接 接上 nara na 形容词后面 可以直接 接上 nara 而 音形容词 和动词呢 其实它们的 简体 中止性 后面 也是可以 直接接上 nara 但是data 的话呢 它要求什么呢 它要求啊 虽然它的含义 和nara 一样 可是在接续上呢 它要求这个词 本身后面 带有da 才行 所以大家发现 比如说 名字后面呢 它本身是有 判断 注动词data 所以名字后面 是可以直接 加上data 所以这个就可以 直接对应了 名字加nara 就等于 名字加上data 而na 形容词后面的话 它本身是有 词尾的da 所以na 形容词后面 也是可以 直接加上data 所以这也可以 直接对应 变成了 na 形容词加data 就等于了 na 形容词加nara 的形式 那大家会发现 音形容词和动词 它们后面 原本没有da 所以音形容词和动词 它们可以 直接接上nara 但它没有办法 直接接上data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我们就借助于 我们初级学习的 noda 这个强调句型 我们在 音形容词 和na形容词 它的简体的 后面 这号noda 之后呢 就有了da 而有了da之后呢 我们就在noda 的几乎之上 把它变成了 data的形式 所以这里的 自然に出てくるの data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自然に出てくるなら 或者 自然に出てくるのなら 都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 好 然后 在这里 大家会发现 还有几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 一个是 are 表示什么意思呢 are 表示 或者 toyurimu 表示什么意思呢 toyurimu 它表示 与其 说是前向 还不是说是后向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再进一步分析的话 我们把一些 修饰名词 定语啊 再跳出来 比如说 这里 首先 大家会发现 我们先用一个 方括号 抹起来 一个 镜头 使用后面的 抗响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也用一个 方括号 抹起来 一个镜头 后面的 negi 然后 在这里呢 我们也用一个 方括号 抹起来 继续我们的 抗响 之后呢 我们再把 这些 方括号 全部 给去掉 就会发现 这话主干 就出来了 就是 nani nani kansa arei wa nani nani rei to yori mo nani nani kansa no ki mochi ga zu yoi 对不对 我来给大家 写一下 这句话主干 我们再重新 梳理一下 会发现 就是 nani nani kansa arei wa nani nani rengi to yu yori mo nani nani kansa no ki mochi ga zu yoi 这么一梳理之后呢 可能会发现 这句话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有样东西啊 与其说是 这种感谢 或者这种礼仪 还不如说是 这样的一种 感谢的心情 会更加强一点 对吧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部分 就是把 怎样的感谢 怎样的礼仪 和怎样的感谢 之前 我现在写在黑板上的 这个浪神的部分的 定语翻译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感谢是 食事 大家知道我们是 你対して这个句型当中的 那么你対して的用法 我们刚才复习过 它第一个用法 就表示对象的 对着前面这个对象 持有某个态度 或者做了某个动作 那么你対する的话呢 和你対して的意思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唯一的趣味在于 你対する是 做定语 修饰名词的形式 所以 这里同样是对象 对于这个人的感谢 怎样的人呢 食事の用意をしてくれた 是这个人的一个小定语 怎样的人 为我准备食物的人 对他的感谢 所以第一种感谢是 对 为我准备食物的人的感谢 还有呢 这个句题 我们在 之前的语法当中也讲过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就像我们上次解释 语法学解释过 在这里的 我们同样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 你対して的意思 也就是对象 对于谁呢 对于这样的人 怎样的人 请我吃饭的人 所以第二种是怎样的礼仪啊 是对于 请我吃饭的人的礼仪 那么第三种是怎样的感谢呢 これから口に入れる 这边的これから口に入れる呢 是作为后面 食べ物的一个小定语 怎样的食べ物 これから口に入れる 接下来 我要放进嘴里的食物 那么に対する感性の気持 第三种是怎样的感谢心情啊 就是对 接下来我要放进嘴里的食物的 这样的感谢心情 于是 这句话就翻译出来了 当我们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地 奔出了 いただきます 这句话的话呢 与其说它是对 替我准备了食物的人的感谢 或者是 对于 请我吃饭的人 这个礼仪 还不如说 这个いただきます 是对于 接下来 我要放到嘴里去的 食物的一种感谢心情 会更加强烈で 自分の生命を 存続させてくれる食べ物を それならば もう少し大切にしても いいように思うが 贅沢になれて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いながら 悲しくなるような 食べ方をしている人を 見かけることが多い 那么 这句话呢 看上去也挺 挺复杂的 那么 但是实际上 大家发现 抓住主干就可以了 主干就是 ないなに人を 見かけることが多い ないなに人を 見かけることが多い 那么 見かける 这个词 它表示 看到 经常看到 偶尔看到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上次也说过 他这种看的 不是我主动想看的 但是我却经常看到 所以我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实际上 前面的自分の生命 开始 一直到 食べ方をしている 全都是作为 这个人的一个定義 那么 我们一个来分析一下 那么 首先 怎样的人呢 我们先导过来看吧 我们以这个 が 为例好了 が是 转折 虽然 但是 我们先看后面 后面叫做 贅沢になれて ないなになれる 初期学过的 习惯于 怎么怎么 所以贅沢になれて 习惯了奢侈 いただきます と言いながら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ながら 我们就把理解为 虽然 但是 但是 然后什么呢 虽然怎么样 自分の生命を 存続させてくれる 这里的自分の生命を 存続させてくれる 是作为 后面 食べ物的一个小定義 怎样的食物呢 使得 自己的生命 得到 存续的一个食物 这里大家先要注意一下 存続させてくれる 这里有一个 使一体搭配 提供的用法表示 使我做 让我做某事 所以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使得自己的生命 得以存续的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这个O 这个O 表示什么意思呢 冰语 哪个词冰语 少し大切にする もう少し大切にする 的冰语 大切にする 表示 珍惜重视的意思 说吧 我们就像 もう少し大切にする 更加的去珍惜一下 使得我们 生命得以存续的食物 而这个 それならば 表现什么意思呢 也很简单 それ 还是指代 前面说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就是前面说到的 使得我们 生命得以存续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 如果这个食物 真的是使得 我们生命得以存续的话 那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 もう少し大切にしてもいいように 思う 也会觉得 其实我们也好像 可以更加的 でもいい表示 这么做也可以了 对吧 我们也可以更加 去珍惜它一下吧 这么想吧 但是呢 刚才说的 习惯了 奢侈 虽然说着一大大 Gmas 却吃得很惨的 这样的人 我们也是经常看到的 好 以上这些 就是第五课的 课文的内容 那么今天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 第五课的 绘画 以及练习 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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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课